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频道 今天讲一下LM215率无 它其实是做错了 制造者反转了 LM216 这个就写对了 而这个就是LM216A LM217 你有兴趣可以看回这条片 再放大来看一下 比较一下你的币 这里有那么多的币 究竟怎样去分别它们 我会详细讲的 不用担心 翻开本书 我们看一下资料先 写着书募年 干支错字 意思是LM215 下面这个是PCGS的Number 7前二分 即是1元 这里就写对了 募书年 它们的年份一样 LM216 这种龙我们称为珍珠龙 这个珍珠龙 如果你手头上有这个币 通常都很贵 下面你看到资料 你看看 几十万 百万一粒 这些不少东西 分分钟如果这个币 是真的 可以买一层楼 也不奇怪 就是因为这样 你们小心点 假币很多 216A 我们再看看 217 下面 突眼龙 和粒眼龙 217A 全部都是1元 216A 这些珍珠龙 腸癡 至于如何分辨 哪个版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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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待会再说 再比较假币 所以大家不要走开 你们会学到东西 我每一条片都会用新制作 希望你们感觉到 今次的豪纸 我就不讲了 有时间我再和大家分享 我主要集中在1元 截到222LM22 那已经是完 我们回回头 我们主要集中 都是那几只币 武率光蓝币 都挺有名的 我去承天网站 打武率光蓝 一尋找 我都见到好多币 那我们sort by 成交 按成交价排序 那你见到 嘩 这件应该不少钱 看看先 嘩 800万 800万人民币 还是2021年 2021年 2021年已经炒到 炒到上天 这件人民币 留意 几十万 都好多 有钱 哪一只 哪一只 都不错 PCGS LM21 215 是个错体 接着是216 在上面 PCGS的网站 你一定要认识 如果有兴趣的话 有空去看看 真理 看看是什么 自然的 你的经验就会累積 PCGS的网站 真的写得非常好 尋找币 亦都很清楚地表达 它有很多版式 留意右手边 有个总计 看看哪些多 哪些少 留意一下 三个 216 A 三个 三个 23 币 正 那你 卖 一切 匹园 哪些 匹匹 其实是什么 计算 每个 號支 币的币价格 随着便是什么 那 想怎么分 那看我个影片 可以慢慢去PCGS 找 例如3、3、8、2、1、7 2、1、7的樣子可以尋找到 但有人分析給你看 你會聽聽 你會比較容易 你看 率務 率務只有3個 LM號碼區別 左邊是2、1、6系列 你會見到輪和2、1、7很不一樣 首先你要分析到 它的幣是2、1、6 2、1、6是這樣的 每個圈圈都很不一樣 並不像電腦那樣 2、1、7如果我是老幣 我會回到2、1、7 2、1、7會容易很多 當你看輪後 之後就知道是2、1、6系列 你要看一下它是短次還是長次 又看這個位置 看這個位置長還是短 這樣就可以了 A 版是長一點的 而且它是沒有舌頭 看不看到沒有舌頭的 2、1、6A 世界上哪有這麼多2、1、6A 小心點 2、1、7 2、1、7左邊是突眼龍 I 波 右邊是2、1、7A 凹眼龍 沒有矮波 其實左邊的2、1、7A 是不是真的突 我也不知道 它說突 應該是突出來的 分析這隻幣 記住看它的口 它的牙齒 2、1、5 就是鬚毛 我看過它的幣 它的毛很接近2、1、7A 是毛鬚、鬚毛 反轉了 還有龍的牙齒和唇 有些不同 留意光碎的水字怎麼寫 這個就是入竹盒的真筆 哇 你看這些藝術品 哇 假到呢 差別太大 所以就知道 好像這個幣 逢是中間有滿紋的 就比較一下 右邊是真品 左邊的滿紋這麼清楚 多數都是假的 如果滿紋好清楚 或者滿紋是好平的 上上下下 左右右 很突起的 就小心一點 通常都是假的 注意這個幣的保字 玄兵的保字寫法 左邊的藝術品 還有龍頭 這隻龍頭 你要注意 如果好像左邊ỡ子 按鍛 級的 真品就是這樣 我們做比較可以用相對距離來分辨 譬如嘴唇、牙齒和下唇 那些闊度你們要留意一下 如果好像左邊的藝術品一看 那些輪一點點來扮什麼 就扮2、1、6A 一看就看到了 喜歡就按LIKE或訂閱 拜拜